在世衛科技上因为方向太多了 这方面几乎是媒体最重要 这点颜色最多主要的嘱咒 就是之前发布 想先问一下Audrey 这方面这么多技术有没有什么建议的方向 可以找到这种看法 我自己比较看好的 是所谓的re-decentralization 就是我们在大部分发展像AI这些技术的时候 因为它发展的时候需要搜集非常多的资料 可以说是AI技术就是用资料来定义的程式码 我们以前是写程式然后搜集产生资料 像我们不用写程式了 程式是由资料自动产生 所以资料搜集就变成在现代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但是如果我们的资料的搜集 本来不是为了这个目的 事后才给它加上什么目的 那这样的话一方面会有资料品质 以及所谓bias的问题 就是可能因为本来不是为了这个目的而使用 那硬把它做别的目的使用 它可能会失准 那二方面更重要的就是说 这个人他本来是为了某个目的使用 他是相信某个人 但这个人把他的资料拿给另外一个人 去做AI的运算的时候 他对这个人的信任就减低了 那所以下次就更不会再提供正确的资料 给中间的这个人 所以就会变成是我们资料越集中 好像我们对于个别的资料搜集者 跟控制者的那个信任 好像变成一个要付出的代价的那种感觉 那这样子的是一个恶性循环嘛 就是因为每一个个别的来源的资料品质 因为不信任的关系下降 所以呢 这边的资料的处理者以及利用者 就会有那个动机要搜集更多的资料 让他更集中 那这样子的做法 就是更加的让大家觉得不信任 觉得不安全等等 那所以现在就变成这样一个恶性的循环 就是过度集中的一个恶性循环 所以我自己比较看好的就是重新去把它去中心化 也就是每一个资料的收集者 他的运算 他的处理 都是在他当地就可以处理 他如果要委托给其他人去进行运算处理的话 那个被委托的人根本看不到这个资料本身 他看到是加密过的 或者是合成过的 这些资料 所以整个方向我觉得就是重新的去中心化 去中心化在媒体里面 就是今年炒的或者是那个区块链blockchain 那现在我们在谈就是一般的privacy enhancing technology 更进一步的这个发展 这么多不同的数位的名词 就像我们在谈说炒船借鉴的这种概念 怎么让一般的民众了解这方面技术真正的海底是什么 你有什么方式可以这样子谈 对 因为我说去中心化 或者是就是re decentralization 重新去中心化的目的 就是用一个我们平常可以听得懂的方式 就是资料分散式的储存 分散式的处理 而不是发明型的名词 像什么dweb web3.0 现在有非常非常多那种全新的名词 那其实因为每个人都赋予他不同的意义 到最后他变成好像一个发语词一样的东西 所以我是比较不会用这些词 我就是直接讲是分散式的处理 去中心化 重新去中心化 那像最近今年5月开始的简讯试连制 其实就是一个去中心化的例子 大家可能都知道 就算你不扫QR Code 你是手动的把那15个数字 传简讯到1922 也可以完成一次简讯试连制 也就是说当每个人不需要下载新的app 而且他这个储存是储存在你的电信上 也不是储存在什么别的跨国公司 也不是储存在政府这边 而且电信上一定是要就是真的有确诊了 有疫调人员来 所以整个二十几亿则 从5月到现在里面 只有100万则真的因为有人确诊 所以在疫调这边被使用 所以第一个就是他的储存是分散在五大电信 第二个他的处理是必须要疫调人员好像拼图一样 就是他搜集了这些简讯还不够 因为里面的代码是完全乱数 所以对这些个别的电信来讲 他看到这些代码 他也没有办法去做什么商业或广告用途 因为有这个代码制发的 不管是管帽还是台北通等等 这是存在他们自己的资料库里面 所以疫调人员必须要去这个多方 把这些资讯收集起来 拼在一起 那这是一个自动化的过程 有一个疫调辅助的平台 但这就可以确保说只有医疗人员才能够有这个真正的资讯 而其他人是资讯的片段 那这个就叫做multiparty 就是多方的分散式的储存 那这个就是去中心化 保护隐私的一个具体的例子 因为不管哪一个资料库的运作的人员等等 其实都没有办法重建出 你到底去过哪里 这样子的事情 那我们在简讯证证证上面又再加上了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到sms.1922.gov.tw这个网站 去看28天之内有哪些疫调人员曾经调过你的资料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双向互相都可以 就是给出交代负责的这样一个态度 所以这是所谓的accountability 所以第一个我们是透过multiparty的方式 去中心化的储存的方式 确保隐私受到保护 那二方面是 如果你对到底有没有疫调人员在用这些资料 什么有疑虑的话 那你就可以透过这种反向监控的方式 来知道他们所就是存取到的资讯到底有哪些 这当中会牵涉到很多不同的数位科技者上面 尤其是有些像新的名词 像有些像同派加密这些技术 对 这是你刚才所用的基本核心的技术在这方面吗 我刚刚提到的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的目的就是资料的搜集者 他必须要是以资料提供者的最佳利益为他的形式的准则 然后他不能够把它再分享给第三方 因为这个本来提供者不一定那么信任第三方 我如果提供给第三方 等于他对我信任程度就下降到 好像他不相信那个第三方的那个程度 所以我反过来再讲一次好了 所以为什么要有像同派加密这样子的技术 就是因为当我把这个资讯 我自己的个人资讯提供给我信任的人 好比像说你 那我通常的一个期待 就是你会以我的最佳利益而行动 你不会莫名其妙因为想要卖广告给我 或什么别人的利益 而提供给第三方的广告商或其他的业者 那如果你真的这样做 而且没有真的我的同意 我对你的信任就降到 我对他的不信任的那个程度 那所以这个时候呢 假设你的运算资源没有非常的丰富 你想要去做一些统计 一些机器学习的运算 这个时候你就陷入两难 你如果交给别人去做运算 而我不信任那个别人 那你失信于我 但是你用自己的机器来算的话 可能没有办法算到 就是真的有利于我的那样子一个 就是好像预测未来啊 这样子一个程度 所以这样怎么办呢 那就出现了同态加密技术 这个技术就是说 你可以把我托付给你的资料 上锁就是加密 把锁住的这个箱子 拿去给好比较高的工程中心 去做运算 它运算的时候 完全看不到箱子里的内容 但是它还是可以做运算 它运算完之后还给你 你拿了同一把钥匙把它解密 你就达到运算完的结果 所以这样子我们就把资料的储存 跟资料的运算完全拆开了 你可以做运算 但是却看不到里面的内容 就接着好多这个所谓的算力 运算的能力 搞出运算的能力 刚刚跟国网中心本身所的具备的能力是相关的 这对国网中心有什么 就朝着方向走没有什么介意吗 我觉得国网中心是在不管是学界也好 或者在我们工部门也好 都是一个可信任的一个伙伴 那所以国网中心不管是在研究上面 还是在掀起的应用 就是一下子可能还没有办法应用到所有的人 但是它可以先挑几个试点来做应用上面 我觉得就是把未知变成已知的这样子一个过程 也就是说所谓的研究工作 不一定是每一次你研究的结果 都是这样子的技术最适合什么运用 就像您说的 我们整个隐私强化技术里面 它好像是一个工具箱一样 里面可能有十几二十种不同的工具 所以我们需要的就是有充足的算力 好比像说国网 帮整个业界 帮整个应用界去吸收这个学习的成本 帮大家付学费 我们看到一个实际的案例进来 我们这工具箱里面二十几种工具都来用用看 然后到最后我们就会知道哪一种做法 参数怎么调教 差分隐私的epsilon怎么设定等等 那这些呢未知就变成了已知 当它变成已知之后 那我们民间要应用这些技术来强化每个人的隐私的时候 就不用自己摸索 那最新的国外的趋势 也透过国网的转译拍一些科普的影片等等 让大家都可以了解这件事的重要性 你对产业界找这方向的建议有一些想法吗 因为基本上像我所知道像英泰 或者是IPM 或者是像Milusol 在这个同态加密 这个基础上已经开了好多不同的这种产业的这种协会 这方面对台湾产业界有办法 你给一些建议吗 当然这个就好像说大家都知道发电的时候不要破坏下一代的环境是一件好事 你去问人没有人想要故意破坏下一代的环境 但是在以前呢这种比较清洁的这种能源它的单位成本比较高 所以就会变成是只有付得起这个成本 所谓的Green Premium 绿色溢价的这些企业才能够去使用 那国网现在在做的 跟整个业界现在朝向的方向其实是一致的 只是国网更提前更领先一点 所以就好像太阳光电还没有普及的时候 先去投入关于太阳光发电的这样一个研究 那这个研究呢因为未知成为了已知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单位发电的成本不断的降低 一直到最后可能比燃煤今年可能都还要低了 从全世界的角度来看 那突然之间我们就会发现说 那大家好比说银行啊 如果它现在要借钱给一个新的客户 而这个新的客户还在运用对地球不利的发电的方法的时候 这个银行干脆不借给它 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变成像以前那样business as usual 就好像我们说你要去做AI的计算啊 要经营一个社群网络啊 好像不免就会有一些个资隐私上面的疑虑啊 或一些侵害啊 那大家以前因为单位成本真的太高 这些隐私强化技术就是是 等于是很有钱或有算力的人才付得起 所以大家就算了 就好像是有一点说虽不满意 但是就是忍受这样子一种 好像随时自己的个资或者隐私 都可能受到侵害这种不稳定的这种情况 但是当国网以及业界的这些朋友们把它变成一个我们叫industry standard 就是一个整个业界共用的一个判准的时候 而且当它每个单位的这个运算 它的成本降到一个合力的数字的时候 那忽然之间我们就会在最近几年就会看到 大家就觉得这个才是有良心的 那用本来的这个方式做运算 我们就要杯葛了就要抵制了 那这个跟大家就是对于捷径能源的要求 其实也是一样的 就是它后面就是透过非常尖端的研究 把本来非常昂贵的东西变成所有人都负担得起 这个时候它就会变成社会一般大家都要求的事情 你对国网中心的有什么期许和鼓励 我觉得国网中心是很好的一个lab 很好的一个实验的一个场域 那由于国网中心本身是刚刚讲到 政府机关也好学界也好 都非常信任国网中心 所以我觉得国网中心像我刚才说的 如果你把资料交给第三方 你可以看起来有做运算 但是它的信任的程度会降到 就是它本来不信任那个第三方的程度 但是因为国网中心目前的信任程度是很高的 所以就会变成是说 不管你是业界的朋友 或者学界的朋友或政府机关 你把资料放到国网中心 去做这种隐私各资的强化的技术 实际的实验的时候 那你的信任的程度 被信任的程度 不会因为你交到国网中心而有什么损失 所以我会建议说 国网中心就是不断的要跟大众说明 我们在这边实验 对于整个大众 所有人的隐私的保护的重要性 那就好像是研究接近能源的技术 帮助下一代有一个更好地球一样 那我们也让社会上面的信任 透过国网中心的研究跟开发 这个整体彼此信任的程度 可以慢慢地升高 而不会变成好像就是我们在数位时代 必须付出的代价 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个社会的影响力 是非常证明 而且非常高 那只要国网中心持续地跟社会大众 有这样子多方面的讨论 分享 扮演讨会等等 那我相信这个信任的程度 只会提升 而不会下降 那这样就会有更多的机关或者学界朋友 愿意跟国网 国网中心就是一句话 众人知识 众人助之 对 开门造居 你行你来 对 是是是 所以其实我们也是 就过过去这段时间 就是用这个心态在看 这个HE这方面的研发 那因为我想请政委 还是提一下 因为上次一直以来 我们觉得很powerful的一个论点 就是说这个要解决一个 叫公共公众的利益 就是说大数据科学的这些的推进发展 跟隐资保护之间的两难 对 对 就说是在用这个所谓的用数学可以证明的方式 去解决这个两难 并且去提高 就是说大家一般人对于这个科技的这个信任 对 那这个部分就是说 因为去年那个时候郑文 您是这样提 是啊 那现在这个部分就是 是不是有什么新的想法 是 像刚才讲的就是重新去中心化的这件事情 它当然是奠基在说 在国网已经释出这些方式 但它又不是只有在国网可以跑 因为国网用的这个stack也是开放的 所以任何人在他自己的机房 在国网释出这些东西之后 也可以拿去自己的机器上面 用相同的参数 相同这些做法来运行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开放式的创新 也就是说 国网释出来的这些做法 这些参数 它只有在任何人自己都可以验证的这个前提上面 才可以达到我刚才说的就是 就是您说我之前说的 就是透过数学的方式来让大家更信任彼此 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高的一个公众利益 那我也觉得说国网在这阵子一来 不管是在就是secure multi-party 在homomorphic等等 那也特别注重说 不是火星文的那一部分 就是纯粹研究那一部分而已 而是让它实际上能够解决哪些社会问题 尽可能用就是拍片啊论坛等等的方式 让大家更清楚 那我觉得这一部分就是outreach的这个部分 外展这个拓展科普的这个部分 那目前看起来在过去是说 我们还没有很多具体的案例 可以跟大家分享 讲的时候只讲一些比较抽象的一些理论的转译嘛 那但是现在随之国网跟 比方说微服部啊 或者很多的甚至中研院啊 很多朋友一起来做了一些具体的专案 那我的建议就是 接下来就是拿这些具体的专案 那来当做例子 来让大家知道说 你的隐私是怎么被保护 那治安的强化的程度到底有多少这样 OK好 那除了像微服部之外 我觉得因为这个是很具体的 就是的确是很进行 就是像医疗相关的应用之外 就是您觉得哪一些领域 其实应该说民众可能会很快的 在这个事情上面有有感的一些领域 不过我觉得医疗这个领域 它不是只有我们想象中的 好像精准医疗 已经像健保资料库常都是你 实际上是已经生病了 然后去看病 因此采用到健保嘛 然后在这边尽可能把它用药啊 或者它的治疗方式啊 把它做的比较量身打造 那这个是以前所谓的医疗的部分 但是也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现在发现说预防的医疗 或者是公共卫生 或者是照护 也就是说是全生命周期的 从根本还没有生病的时候 让你尽量不要生病 而且呢你的一些生活习惯 还不要戴口罩 也可以让旁边的人不要生病 也就是我们现在在 就是整个卫福部的框架里面 其实包含像国健署等等 就是还没有用到健保的钱 还没有生病的这些朋友 那现在也是在一个比较更大的 就是精准健康的这样子一个概念里面 去进行讨论 那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很有感的 因为现在大家对于了解自己 维护健康的习惯 并且做到更好的习惯 其实大家是非常支持的 很多人是就是带一个 这个能够量血氧啊 什么的手环 然后来养成自己更好的运动习惯 或者更好的健身习惯等等 那但是这些数据 它还没有到医疗的那个程度 量血氧的那个 其实也不算是医财嘛 对不对 所以它还没有到传统上医疗的那个地方 主要原因是带的人都很健康 还不是真的医疗等级的事情 它要判断的只是说 我现在到底有没有在做有氧运动 的这个程度 但是这个市场也好 或大家在上面投注的心理也好 是更大的 那在这里面如果有一些 就是各自或者隐私的疑虑的话 那也会造成就是大家 不愿意去花那么多的时间或力气 去帮助自己 以及帮助旁边的人建立更良好的健康的习惯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 就是透过科技跟运动的结合 或者是透过刚刚讲到的精准的健康 而还没有到医疗这个部分 我觉得国人都非常愿意 就是花很多心理来了解 而且甚至愿意就是贡献出自己的一部分的资料 只要知道这个资料是不会被挪用 或者这个资料的RAW DATA 就是实际的原样的资料是没有分享出去 分享的是每个人贡献几个胃源之后 好像合成肉一样的那种合成资料 就是说咬起来跟肉好像没有分别 但是实际上没有用到动物 所以这个也是在国网跟包含整个微服部的一起研究下 现在大家越来越了解说 原来有这样子的做法 我们不需要牺牲掉自己的隐私 我们也可以为就是全体人类的福祉跟健康做出贡献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很具体的知道说 那我们在公卫上面 有时候就是要贡献一些资料出来 但是贡献出来的时候 绝对不可以去威胁到我自己的隐私 我觉得这是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就是从医疗开始往健康或公卫这个方向去动 除了公卫健康领域之外 现在看起来好像有一些 包括像消费性电子的一些产品或solution 其实也开始把一些path 就是这个领域的这个技术带进来 好像一般的民众没有那么远 这个部分是不是也可以 是 像举例来讲 我之前在苹果的时候 负责的部分是Siri的技术的全球化 那这个全球化技术 我在里面的贡献之一了 那在NTA可以讲的范围里面讲的话 那就是让大家理解到说 我们在开放原始码这个社群 其实也有类似的这样子一个工具像 可以解决大家 对我跟Siri讲的话 会不会被别人听走的这件事情 的一个怀疑或者一个忧虑 也就是说当时 就不是针对Apple 所以我想一想我怎么不要讲Apple 然后讲到这一段 对不起 我重新 重新phrase一下 对对对 对消费性电子产品 好OK 那我在入阁之前 那做的事情是语音助理的国际化的工作 那这个工作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隐私的一个guarantee 就是我们必须要确保说 你跟你的语音助理讲的话 因为有些是关于你自己比较私密的事情嘛 那所以不要被第三方去听走 那但是呢 一个语音助理要听得懂 就是某个地方的口音的人讲的话 除非是那个地方的人全部都讲话开始非常自争 讲远的一个人去配合机器 那不然的话 这个机器必定要学那个地方的口音是怎么样 对不对 不然的话就变成人配合机器 就不是机器配合人 他就不是云助理 而是云老板了 对不对 所以助理必须要学老板怎么讲话的强调 那这个时候 他到底学会了没有 这个需要人来判断 说这个口音这样子 机器这样子听 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所以这样就面临一个两难 就是如果我们去找一些人 就算他是有钱保密协定等等 去校准这个机器 听某个地方的口音的人的这个正确率的话 那势必他就会听到一些只字片语 是你真的跟你的语音助理讲的话 那如果一家公司这样子去开发的话 长此以往 就是他的这些contractor 这些外包的人员 只要有几个 他跟媒体爆料啊 或者是比较耸动的去讲这件事情的话 那大家对于这个语音助理品牌的形象跟信任度就会大幅下降 所以这个情况下就是差分隐私是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方案 等于是说你跟这个语音助理讲的话 你可能讲了几百秒 我里面只取几个位员 0.000几秒 绝对不可能去重建出你讲的那句话 但是只要在某个地区用这个语音助理的人够多 我把这些0.000几秒的位员全部拼在一起 我就合成出一个真的是当地口音的人 然后去给这些训练师去训练这个AI 所以一方面这样子可以快速的去 在机器学习上面收敛到某一个地区的语音模型 但是二方面绝对不会有人 他的隐私或者他实际跟语音助理讲话 那个内容那几个字被重新还原 然后被这些调教的这些朋友看到 所以这就是隐私增强技术 特别就是PET里面的查分隐私 在这个例子上面可以赢取信任的一个方法 所以这个其实跟一般民众是非常接近的事情 就是当家已经直接受验了 对那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说 如果现在你在购买一个语音助理产品的时候 有某一个品牌说他有一个查分隐私的做法 而且是第三方已经检证过的 他绝对不可能泄露你实际跟语音助理讲的话 而另外一个厂牌他没有办法做出这样子的保证 他还是说就是有的时候 他会有一个有钱跑命协定的第三方的这些雇员 有时候有偶尔可能会听到一些你讲的话 那假设他们的性能差不多 价钱也差不多的话 那大家一定会去选这个有隐私强化技术 就是我刚才讲的 当它变成一个业界的标准的时候 它也会影响消费者的行为 消费者会说 从以前是只有特别在意这件事情的 愿意多花一点钱去换取这个隐私的服务 到现在因为这个技术几乎完全不花钱了 所以这个情况下 这两个完全售价相同 那这个破坏我的隐私的 现在就会被看成公害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是具体的 就是研究造成单位成本的降低 造成社会气氛的改变 所以你刚刚提到的就是对一般消费者 其实技术已经靠解了 它对于学员界这边去开发这相关的技术 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它等于说其实对于工部门的 这个公共利益 对于学员的发展 对于这个产业的进步 其实都是很重要的一个技术 那因为这个行政院一直多年来 一直在推动所谓的智慧国家 数位国家智慧道理的政策 那就是从这个大德的购媚的角度来看 就是这个技术对于台湾未来朝向这个 现在是叫智慧国家了 对对因为大家都把它简称智慧国家 所以我们就技术配合一个 我们现在整个方案都改名叫智慧国家 所以大家智慧国家并没有错 对我想这里特别要强调的 就是智慧国家值的是里面的每一个人 都有自己做判断 以及贡献到这个资料合作关系里面的智慧 就好像说智慧城市讲的是 它的市民很有智慧 而不是说城市里面某一台超级电脑很有智慧 然后大家都受它支配 就绝对不是这个意思 那也就是说只有在这些技术 是开放式的创新 而且任何不管是最基本的 就是我们的小学生年国家里面 或者是我们终身教育 或者在大学或社区大学里面 任何人都了解到说 对我只要登入国网 我开一个这个Jupyter Notebook 我就可以把我看到的这些演算法 我自己验算一遍 而且如果有一些参数是 一开始创作的人 他没有想到的 没有照顾到我这个地方的需求 我只要改几个参数 立刻就可以好像是把这个别人写的一个 试算表稍微改几个里面的公式 就可以变成我自己专用的这件事情 所以也就是说这才真正意义上是技术的民主化 民主化的意思不是只是它变得比较便宜 或比较容易截取到 而是每个人在去修改它的时候 都有完全的自由 而且不用花非常多的钱 就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国网在这方面贡献是非常多 因为它提供一个可预测的 而且当你的用量增加的时候 不会非常昂贵的一个环境来做这件事情 那也是因为等于大家分摊了 这样子一个维护的费用 所以对于一个就是学生等等而言 可以用非常合理的价格 就可以存取到这样子的服务 所以我觉得就是尖端的研究 透过像国网这样子的平台 它可以在可能隔天 就变成任何人按一个键 就可以重置 就可以验算 就可以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去改做 的这样子一个方式 那这个的社会价值 公益价值其实是非常高的 这才是真正的智慧国家 最后去年我冒昧请 这个政委送国王一句话 如果今年 就是进入到第二年 就是我在冒昧请政委送国王一句话的话 就是政委这边有没有 你有没有什么要定制的 定制的 对啊 你们要宣传用 所以应该以你们的用法为止 不过其实我们这一系列 其实都是希望就是说 把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效益 让大家知道 所以其实说 这个也不一定要针对国王 就是针对PETS这个技术 就是说 为什么政委一开始 就是希望去推动这样子的技术 那国王在这边刚好有一个适合的角色 所以我们本来在想就是说这个人人之事 这个其实也是人人之事 那当然希望是众人注之 但是是不是够开门 就是上次你要开门造居 那这个门是不是够开了 就是说是不是还有需要就是说在哪些领域多加注意 我想就是这个也是想要今天请问一下 政委 我们的研讨会其实有就我们的想象去做一些议题的设定 那看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 这个政委觉得我们可以再做得更好的地方 对因为目的是要社会的参与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国王提供刚刚讲到的工具项 越来越成熟的工具项 但最后还是我们能不能够引发 就是民间有兴趣的朋友 业界有兴趣 学界有兴趣的朋友 能够充分的运用这些工具 然后做出就是坚固隐私 然后跟资料的可用性的这种新形态的服务 那所以我觉得我们就女性你来了 是不是女性你来应该是还不错的 一句话那我就对镜头说 众人之事 众人注之 开门造居 你行你来 好 这样子 应该因为一般用你行来是呛下的那个态度 所以语气很重要 所以听起来就是要有一个邀请的感觉